进食安 日前台湾进口的Huygens香草口味冰淇淋 才被验出有欢羊已完成分 没有想到新加坡食品值 在这个月5号又要求下架巧速冰淇淋 还有比利时巧克力冰淇淋 这两款特定批号 而今天食药署表示 经过比对国际警讯 发现台湾 香港 新加坡重叠5个品项 还有特定批号 进口数量大约是45万杯 对此Huygens国内厂商回应 他们第一时间已经启动了日房性暂停出货 也自主地来进行送业 今天结果都合格 但如果消费者有疑虑的话 也提供退款 超商才刚把最畅销的口味补齐 促销Huygens优惠活动 没想到目前包括法国 香港 新加坡 爱尔兰跟比利时都有发布回收警讯 怀于食物中含有欢雅已晚 食药署经过比对 发现台湾和新加坡 香港重叠5个项目 还有特定批号 进口数量大约45万杯 换算重量约6万公斤 原厂他已经有说明说 他现在是因为特定的香草供应原料 已经有受到污染的疑虑 所以他才去做这个自主下降回收 只要是受到影响的批号 我们都会要去要求业者下降 这5个品项包括麒麟巧酥 比利时巧克力 巧克力草莓巧翠 黑糖奶茶香草巧翠 还有香草覆盆子巧翠等 对此哈根大斯国内厂商回复 他们第一时间已经启动预防性暂停出货 也进行自主送宴 经验结果都符合台湾法规 也是合法进口 但如果对上述产品有疑虑的消费者也提供退款 我国在今年6月也在边境查到 香草品托冰淇淋和香草桶装冰淇淋 都验出极为量的还养一碗 它是农药的一种具有致癌风险 不得在食品中检出 也为何准作为农药使用 这种清洁来说的话 其实效果都非常的好 在这个科学文献的这些证据里面 其实都已经证明说它是一个致癌物 它是人类的一个骨癌 淋巴癌等等癌症的一级致癌物 所以因为它广泛的出现在各种事物中 所以你也不能说 你吃冰淇淋吃多少才会中毒 尽管业者强调 国内进口的产品检验都符合标准 但就怕会影响消费者信息 台北综合报道